1994年,马格南图片社内部对于是否准许一位摄影师入社,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知识者认为,这位摄影师的作品颠覆传统,充满丰富的情感,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而以布列松为代表的反对者,则干脆认为,他完全来自不同的星球。 其作品与过去马格南所一直坚持的摄影理念截然不同。 传统即时摄影中,摄影师应该凭借手中的相机以最大的客观性去关心人类,而非但有先入为主的主观看法。 但最终,马格南还是以三分之二的支持票接受了这位摄影师。 可以说,也是在这一年,马格南完成了内部的理念革新和拓展。 多年以后,当这位摄影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样说道, 我的作品与马格南仍在追求的关心人类的摄影完全不相符。 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其实最反对我加入图片社的人已经死了,我能说什么呢? 实际上,马格南已经做出了很多改变。 如果不这样的话,马格南也快消失了。 这位摄影师的作品并不局限于关心, 而是带着对着消费主义的讽刺和不懈进行拍摄。 他善于此道,也乐于此道。 这也是他的名字日后在观念摄影或者即时摄影领域如雷贯耳的重要原因。 他就是马丁帕尔。 马丁帕尔1952年出生于英国艾普索姆。 幼年时期,深受业余摄影师的祖父的影响, 14岁立志成为职业摄影师。 1970年至1973年,帕尔在曼彻斯特理工学院专攻摄影。 在此期间,他与友人拍摄了一些小型项目, 并在毕业时完成了装置艺术作品《家,甜蜜的家》。 或许这是这样充实有趣,无所禁锢的创作氛围, 为帕尔后来投入观念摄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帕尔成立了阿尔伯特街工作室, 并在工作室展示照片,创作社交。 1975年,他完成了个人首个摄影集《The Nonconformists》。 在这个项目中,马丁帕尔花了五年的时间 拍摄英国西约克郡的乡村生活, 主要聚焦在教堂活动等等。 这时的他还采用黑白影像,客观地观察场景人物, 借此探索传统信仰及其衰落的过程。 帕尔对生活着的世界感到着迷, 此时的他热衷于这类英国民风民俗的拍摄和研究, 如何解读它并把它编成具体的图像, 以此讲述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 这是令帕尔感到兴奋并一直在尝试着的事情。 帕尔的创作一直都是剑走偏锋, 主题选择易于常人, 无论是教堂亦或是坏天气, 工人阶级,游客,消费者。 这些选择本身构成了关键摄影的核心。 但也正因为帕尔先入为主的摄影思想, 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的作品都被边缘化。 The Last Resort,最后的度假圣地, 是马丁帕尔从黑白转上彩色摄影的重要作品, 也是其个人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 受到美国新彩色摄影运动的启发, 帕尔在作品中开始使用高饱和色彩与闪光灯, 以此探索色彩在摄影中的可能性。 这部作品以新布莱顿海滩风光为主题, 展示了一片拥挤脏乱的海滩, 挤满了来自各地工人阶级的场面。 在这里,工人阶级的衰微和日渐乘风的消费主义产生了激烈碰撞。 这也是英国在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运作下, 普通民众的生活缩影。 这些彩色照片在拍摄时, 加入闪光灯后显得细节分明, 色彩浓郁,甚至过饱和。 眼前的世界真实而又魔幻, 这种超现实感, 正是帕尔真正感受到的世界原本的模样。 匍匐在挖掘机旁享受假期的游客, 肮脏的海滩上晒太阳的一家, 全然不顾哭闹孩童的母亲, 对眼前的垃圾堆习以为常的人群。 帕尔用他的相机和闪光灯描绘了萨切尔时期, 那披着荣耀外衣的伟大的英国海岸, 通过突破性的构图, 对细节的把控以及闪光灯所带来的效果, 残忍的讽刺偷窥着那个时代, 痛击了个人和社会的弱点。 他认为海岸治愈英国人, 就像街头治愈美国人一样, 是一个永不落幕的舞台, 舞台之上你能从中看到无数人展现自我。 这其实是一个讽刺和政治控诉, 当时我们总是在说, 英国是一个多么好的国家, 可是当你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发现事实是多么的可悲。 大家去这么可怕的地方度假, 你看看有多少垃圾。 帕尔如实说道, 最后的度假圣地在发表之初, 即受到了两极分化的评论, 但这种突破传统的拍摄风格, 独特的视角, 创新的形式, 毫无疑问改变了世界即时摄影史, 也奠定了其在国际即时摄影领域的地位。 1985年, 帕尔拍摄销售的意义, 他将目光聚焦在中产阶级, 长期拍摄超级市场, 理发店等收买场所。 这里充斥着横流的物欲, 但与此同时又弥漫着陌生人群之间微妙的疏离感。 此后, 帕尔逐渐热衷于拍摄消费和娱乐主题。 1990年后, 帕尔拍下了《小世界》。 这部作品展示了全球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各地的著名景点挤满了来自世界的游客。 他们在帕尔的作品里, 就像是掉进消费主义陷阱里的愚昧生物, 被骗到那些并不如宣传片上那么吸引人的地方。 除了拍照打卡, 他们对其中的文化内容一无所知, 从而缺乏真实感受。 马丁·帕尔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一直拍摄至今,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 尖锐刻薄地尽情讽刺着这个本丑的世界, 早已成为他信手拈来的独到记忆。 他用色彩和闪光灯打亮每个肮脏的角落, 甚至迫使观看者与他一同站在上帝视角, 省视嘲笑着愚昧欲望的每个片段, 依此佐证生活本身就是一出廉价粗笔的闹剧。 以帕尔的观点, 道德败坏及生活琐事的荒谬无常, 意味着我们只能从某种幽默感中获得救赎, 像《无聊的夫妇》《常识》这样的作品, 就描绘了现代生活的陈词烂调, 枯燥和缺乏意义。 从表面看来, 马丁帕尔的照片总是充满了超现实, 既有饱和的色彩又十分幽默。 然而在这种幽默的深处, 隐藏着他对社会的尖锐批评和讽刺, 他深谙抓住观众注意力的重要性, 因此他将幽默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 但也不断有人诟病他不过是一个残忍的社会评论家, 靠揭示别人的弱点和怪僻获得赞誉。 对此帕尔认为, 如果在我的照片里有任何尖锐之处, 是因为我们太过于习惯接受处处看起来美丽的照片。 纵观摄影史, 很多摄影师对即时摄影的客观性一直有很深的执念, 但帕尔认为, 即时摄影里的主观性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有趣的即时摄影作品, 能够看见摄影师与议题之间的联系, 因此他极力主张每个人都要用不同的方式观看世界。 被聚焦放大后的世界充满了荒诞和欺骗, 就好像世界本身就是虚假的。 如今的帕尔是一位收藏家、策展人、 纪录片导演。 一向对资本游戏嗤之以鼻的他, 也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商业行为, 开始拍摄众多的商业项目。 这无疑为他惹来诸多非议, 批判者背叛了他的信念, 加入了这场被批判的闹剧之中。 或许在一团糟的社会泥流里, 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 我们都被迫顺应着资本的流向, 选择生活的方向。 但无论如何, 马丁帕尔始终都是将时代和社会变革, 所产生的残酷现实, 毫不掩饰地呈现于世人眼前的摄影大师之一。 我将自己视为即时摄影师, 如果要学两个词, 那么就是即时摄影师。 但一个词的话, 我也很高兴能用讽刺家来形容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